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持续和各国合作协商 他也与太平岛上的指挥官视讯对话 关心太平岛上的情况 总统蔡英文亲自透过岳阳电话 向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表达祝贺之意 这也是两国断交以来 首度有总统直接和美国准总统对话 而明年1月 他也将前往中美洲友邦尼加拉瓜 来进行访问 总统蔡英文打电话恭贺 美国下任总统川普当选 引发国际关注 传出总统府规划 蔡英文下个月出访尼加拉瓜 并希望过境美国纽约 和即将担任川普白宫幕僚长的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 普博斯等人会面 也不排除争取之间会见川普 不过总统府对此没有多说 只表示有任何确定消息 会和各界公布 有学者分析 美国新任欧巴马政府 在中国强硬抗议之下的态度 将是观察重点 蔡英文和川普通电话的同一天 美国众议院通过2017年国防授权法案 其中包括开放美国军方高层 可以在美国和台湾 和我国军方高层进行交流 本来将宋交参议院表决 如果获得通过 就代表未来美国国防部 助理部长以上层级的官员 以及现役军官可以来台访问 我国国防部长也有机会 前往美国华府访问 曾任驻美代表的前外交部长 陈建仁分析 虽然美国说不围堵中国 但还是会在相关方面提出策略 台美军事交流是其中之一 不过各界大陆认为 未来川普政府对台美中 三角关系的态度 还是要等川普正式就职一段时间之后 才会有比较明确的方向 记者 张智雄 陈信龙 台北报道 还要来看到川普交接团队的顾问 叶旺辉抵台访问 外传他也是川菜热线的重要关键人 叶旺辉希望外界不要过度解读川菜热线 川普只是很客气地接受恭喜电话 一切都还要等到就职后 未来的政策才是重点 美国前副总统前妮的国安顾问 叶旺辉低调抵台 外界关心叶旺辉就是帮忙牵线 穿菜热线的人 敏感时经典访台更引发外界瞩目 原本形成低调的他公开面对媒体 除了澄清川普与蔡英文的通话 是由川普交接团队安排 并非有他牵线 已表示川普的讲话特色就是开门见山 是台湾总统就称台湾总统没别的称呼 希望外界不要扩大解读 要求外界不要过度联想 就有人批评这次热线是考虑不周犯下的外交错误 甚至把台湾当作美国与中国之间谈判的筹码 但叶旺辉不这么认为 但也有人揣测自从电话是经过圣谋 反映出川普身边鹰派幕僚对中国的强硬立场 并有助于美国对台湾关系正常化 台湾学者认为川普想表明的是他对华和亚洲政策跟过去不一样 叶旺辉强调这次来访不代表川普政府 而是美国大选前就安排好的私人行程 记者综合报道 而总统蔡英文也在官邸接见叶旺辉 叶旺辉提到川普政府未来对所有国家贸易谈判 态度将会很强硬 建议我国要有所准备 而另外蔡英文在基建美国外交政策 全国委员会访问团时 也表达了对台美关系和两岸关系都同等重视 川普交接团队顾问叶旺辉来台访问 总统蔡英文7号晚间邀请叶旺辉到官邸餐序 这场陪同的还有明镜老立委罗志正和萧美琴 以及叶旺辉的一名美国友人 双方提到未来TPP发展时 叶旺辉提醒川普未来在对所有国家的贸易谈判上 会是相当强硬的态度 台湾应该要有所准备 他有稍微提到 事实上大家都有同样的看法 也就是说川普的阵营 川普总统就任之后 在对全世界的重要的贸易的谈判上 态度可能会变得跟以前不一样 甚至变得比较强硬 会坚持美国的利益等等 所以他提醒我们也要做好必要的准备 台美关系声闻也引发外界担忧 是否会对两岸关系造成影响 蔡英文总统8号上午接见 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访问团时表示 无论是对美或是两岸关系 我国都同等重视 或者是两岸的关系 对亚洲的区域和平跟稳定都非常的重要 对台湾而言我们都同等的重视 那么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 我们应用广结善缘 积极地参与国际社会 另外关于明年1月蔡总统前往中美洲访问 友邦行程 外交部长李大为上午在立法院背询时表示 不会过境美国纽约 也不会有外界猜测和川普见面的安排 只表示等行程确定之后 将会由总统府对外宣布 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立法院三读通过劳基法修正案 除了国定七天假被删除 周休成为一例一休之外 像是特休假轮班至劳工的休息时间 以及检举违法雇主的吹哨人条款 都有新规范 最高可罚雇主150万元 劳基法修法在朝野间争议不断 持续半年时间 终于在6号晚间三读通过 未来劳工每周会有两天的休息 一天是立假 一天是休息日 而在休息日的加班费 前两小时是1加1.34倍 之后是1加1.67倍 而出勤时数也会纳入加班工时来计算 接着是劳工团体抗议夺食的国定七天假 确定删除 而在新法上路之后 轮班至劳工将明定换班休息时间至少11小时 同时还有吹哨人条款 劳工检举违法雇主 资讯会保密 在60天内处理并收到回复 企业要是有欠薪 没有给加班费等违法情况 罚还金额上限会大幅提高 最高可罚雇主150万元 另外还新增了资浅员工的特休假 工作满半年有三天 一年有七天 两年十天 三年十四天 五年十五天 十年以上每年加一天的规范 特别休假要由劳工来指定 当劳工符合这样特别休假的一个条件的时候 雇主要事先先告知 劳工没有休完的特别休假 雇主要几付工资 要付钱 半年要特休三天 我们是认为这个是 我们不能接受的 因为这个在公务员也没有这样的情况 上班内没有做完 已经是绩效不张了 那么他加班一个小时去把它完成 那么加班费要算四小时 这样的话 我想是很不合理的 这段修法 资方代表感谢政府解决难题 七天价删除之后的成本 将回馈到员工的薪资上 但对于特休新制 以及休息日加班费的算法 还是有意见 认为会增加企业负担 造成新一波的劳资对立场景 将再次提出建言 而新法预计在明年1月1号 会正式上路 谢谢长远 蒋龙翔 台湾报道 而劳基法修正案三读通过 其中这个一例一休 例假日和休息日该如何界定呢 原则上必须由劳资双方各自约定 但向媒体 交通运输等轮班制行业的劳工容易混淆 有客运业者就表示了 新法上入后 企业的人力成本大增 未来可能得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在劳基法部分条文修正案三读通过之后 明年1月开始新制即将上路 但一例一休的例假日和休息日要如何界定 未来变成一例一休 只不过说是请劳资双方把这两天先讲清楚 先标定 那当然透过这一段时间我们会加强宣导 会让劳资双方知道说 你可以事先来去做一个理清 劳动部建议劳资双方共同定出一例一休的确切时间 但向媒体或交通运输等轮班制劳工 要是遇上了立假 休息日的界定不清楚 可能会衍生出加班费的争议 如果是国定假日它是一倍工资 如果是休息日它是1.34 1.67 不同的价别它的价格价码是不同的 所以像这种全月排班的这种劳工 他的多出勤而加班的日子 就无从去界定他到底在加哪一个班 客运业者表示虽然修法通过 但针对加班费特售假新制以及轮班制劳工 换班要休息11小时等新规定 还是认为不妥 现有的加班的话 我们一年大概要增加1亿2000万的成本 这个离用时期的优惠价格 可能就先取消 然后另外我们跟公路总局 这个大众运输汇率审议小组缓运 其实加班会会造成我们很多的冲击 议者也表示因应新法上路 业界成本大幅提高 也需要增补人力 但几次招募结果却是招募足额 未来亏损部分只能转嫁到消费者 希望相关单位可以根据业务不同 给予轮班制更多的弹性 对此公路总局回应会协助招募司机员 也希望业者可以把人力做最有效的运用 这里是曹军武器商台北报道 有关年金改革部分 现行军公教月退休金 原本半年领一次的方式 全续部已经着手修法 改成每月领取 也因此受影响的人数 大约是有60万人 而全续部表示 如果改成暗月发放 国库将可省下利息 一年大约是3.36亿元 蔡政府推动年金改革 现行军公教月退休金 每半年领取一次 全续部已经着手修法 改成每个月领取 目前草案已经送到考试院待审查 如果暗月发放 国库将可省下利息 一年约3.36亿 受影响的人数约60万人 估计在107年上路 它会容易造成易发 所以就是先领来 然后这个人过世了之后 要追缴的问题 过世了以后 它的子女就不认账 那追缴就有困难 所以一定要解决 对退休金改月领 军公教认为影响不大 顶多改变每个人 对月退金的规划习惯 但不解的是 政府更改发放方式 只是为了省力息前 格局太小 对于政府财政的影响极小 那对于当事人 权益的影响也非常小 那我希望我们的市政 能够大格局大方向 因为这个小的 一刀一刀这样切 有点对军公教人员的零词 我觉得不好 政府年金改革是在必行 但现在也传出 马政府时期提名的考试院 副院长高永光 精传请辞 尤其副院长主持 全院审查会 对相关的改革法案 无法裁决 法案卡住 也承受内外补极大压力 考试院也证实 辞呈已经送到总统府 院长是他个人另有生涯规划 所以他递出失诚 院长很尊重他的意见 并不是很有产 可能遇到一些阻力 所以总统没办法去执行这件事情 所以就要针对考试院的部分人 是做移动 全教长也批评 蔡政府推年金改革 不只拔掉主折人士 还建立体制外的年金审查机构 改革年金一步到位 将引起极大反弹 呼吁政府要循序渐进 记者叫谢奇文台北报道 还要来关心日本核灾食品 书台引发争议 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 和国民党立委发起联署公投 台北高雄都有联署行动 那么前卫生署长杨志良 也加入了联署行列 强调福岛核灾食品 绝对不能吃 坚决反对核灾食品书台 全市核灾食品 全民共同 战战市场出入口 呼吁各界响应联署 前卫生署长杨志良也当场联署 反对日本核灾食品书台 福岛跟五个县市的食品能不能吃 当然不能吃 为什么不能吃 他这个排放的辐射污染的水 五年八个月到上个礼拜才停止排放 你说这语人词吗 我们喜欢日本人 但是我们非常讨厌日本政府 我们要他不该咯 杨志良左批日本政府苛刻 右批蔡政府两套标准 坚决反对日本核灾食品书台 也坐下来协助民众联署 不只台北国民党在高雄 也发起联署行动 由目前正是高雄市议会开业期间 高雄市国民党团也提出高雄市食品安全管理自治条例的增修条文 只要通过日本福岛五线市的产品 全都不能在高雄贩售 全部都要表注他的生产的县市 不是只有日本国 第二点 只要是在福岛五线有核灾的地区 我们都禁止在高雄市流通 由国民党副主席郝隆明跟国民党立委发起的联署公投 外传党中央不支持 还传出党高层要求各地方党部不能配合 公投联署活动 党中央本来就很清楚这件事情 而且我跟党中央沟通一直很顺畅 这件事情我们希望全民来参与 希望联署人数能够跨越第一阶段门槛 九万三千人 接下第二阶段联署要跨越九十三万人的门槛 才能承岸 送交中选会办理公投 记得台北高雄综合报道 为了有效制裁Uber在台湾违法经营 政府决定修法加重罚则 那么立法院初审通过公务法修正案 提高违规载客的罚还到两千五百万元 一旦三读通过 最快明年一月一号就会上路 通法立法院修法提高罚金 重罚Uber违规载客 Uber司机一早聚集立法院外按喇叭抗议 除了司机外 Uber一早也在斯大报刊登广告 批评立委酒驾只罚九万 但开Uber居然要重罚两千五百万 业者抨击台湾政府开倒车 不过还是无法阻挡 必法院上午初审通过公务法第七十七条 与第七十八条之一的修正案 这个做法我想在目前的法理上 是有它的依据的 那么这个上面我们也会在这个上面 来向我们的Uber的业者表达 这个上面我们的决心 修法后 违法从事汽车或电车运输业 罚还提高至十万到两千五百万 可勒令停业 吊扣车牌及驾照 四个月到一年或吊销 驾驶两年内不得考领驾照 或重领牌照 也征定一成检举奖金 无力民众检举最高可获得两百五十万 总统部长贺神弹也亲口证实 在此之前 美国官方与民间都有派人来关切了解 但层级内容不方便透露 贺神弹表示提高罚则不是重点 希望Uber可以合法纳管纳保纳税 保障司机乘客安全 而公路法修正案在这个会期三读通过后 最快明年1月1号实施 记者李志华 吴奇昌 台北报导 机场捷运确定农历年后正式通车 票价出炉了 从台北车站到桃园机场的票价是160元 另外也将针对通勤族提出 30天 60天和90天的定期票 优惠从7折到6折不等 机场捷运从开始新建到现在超过20年 确定农历年后正式通车 而机场捷运票价也已经出炉 最低票价30元最高160元 以台北车站到桃园机场为例要160元 介于国道客运125元和高铁转接驳车 190元之间 而民众对于票价反应不一 从台北火车站坐机场捷运 坐到桃园机场票价160 你就可以接受吗 160可以啊 有点贵 对不太考虑 机场捷运全长51公里 是台湾第一条跨过台北新北和桃园 三个都会区的运输系统 分为直达车和站站停的普通车 除了服务机场出入境旅客 也服务眼线的通勤民众 而针对通勤族 桃杰提出定期票30天7折 60天65折和90天6折不等的优惠 过年后就会通车 在通车的时候 会有一个月的团体试程 营运后的第一个月 会采取5折的方案 让大家能够体会到机场捷运的方便 那机票的话就达到6折 所以实际上是非常的优惠 那如果没有用完的话呢 它是可以退费 而陶杰公司运辜 集结初期运量4万6千人 计算出来的票价 从A1台北站到机场 价格高达270元 才符合营运成本 以现行160元票价 要达到10万2千人 运量营运才能平衡 陶杰表示票价定定 必须兼顾市场竞争和永续经营 记者詹树云桃源报导 为了拓展观光 花莲县政府特别和香港快运签署了花莲非香港的直航业务 那么花莲县府表示 目前每周虽然只有两个往返班次 但明年将拓展到四个班次 对东部地区的观光非常有帮助 香港快运HK Express的飞往花莲首航班机 于6号下午顺利抵挡花莲机场 这班飞机总共载满了180位旅客 包括香港 大陆还有往返台湾的花东民众 对于直航的第一感觉就是 节省了不少时间和金钱 我们都从花莲直飞到香港 这是我们的心愿 时间至少可以省8小时 还有体力 金钱 都是很棒的 应该省了一千多块 而这条新开放的香港花莲航线 是花莲县政府特别和香港快运HK Express合作 目前每周将开放两个班次往返 明年则是将开放每周四个班次 花莲三水风光秀丽独特 旅游资源丰富 酒店交通配套西权 一直深受香港旅客的喜爱 非常具有市场花南潜力 花莲县政府则是强调 520之后地方观光产业萧条 打开香港直行 这绝对能够帮助到花东地方的产业 直行的方式 不只可以带动观光客直接前来 更可以啊 未来带来直接的投资 直接的消费都可以 值得一提的是 香港快运属于联航 所以花莲到香港的单程机票最低不到2000元就可以买到 但根据花莲县政府观光旅游处的资料 目前到跨年期间的机票已经全部售完 所以会在明年1月19号以后 每周的2 4 6日加开四个班次 东部民众可以多加利用 记住本家开关联报道 大家好 我是张建芳 我是食物旅行家 食物的故事就是人的故事 每和当地人吃过饭 你不可以说你去过那里 食物连结每一个人 在吃东西的时候 最可以释放善意 彼此分享自己的人生故事 对我来说旅行就是在食物的味道中 深层的引发生命中的功名 虽然每个人都只有一种人生 但是透过故事和旅行 你可以让你的人生更丰富 平溪招待所是新北市的市定古迹 也是台湾少数保存完整的大规模日式建筑群之一 我们相约来这里 想要好好体验一下怀旧的乐趣 招待所占地六百多坪 整体建筑都是木构造 主要材料为山木与台湾块木 木座 窗林 门花都非常精细 很有艺术价值 特殊的是庭院里 还有一座台湾造型的池塘 和池灯笼造景 被视为见证台湾矿业发展的中药石 我们跟其他的日式建筑不一样 我们是完全让游客能够进来体验 进来的时候呢 我们还会跟他分享说 这一个建筑的历史还有美学的部分 八铁贵宾室以及六铁贵宾室 分别有一根中心柱 还有木座天花板 反南间都是文史专家最吉赏的日式建筑形式 我和Emily在这古色古香的地方 享受了宁静的悠闲时光 附近的金铜火车站 是目前景城的四个日式木造车站之一 也是国家三级古迹 来这边最重要的就是拍照和许愿 我和Emily诚心地写下我们的心愿 希望能够心想事成 当然今天还有一个重头戏 就是放天灯 以前一年只有一次机会 现在每个月都可以在特定的时间 到十分游客中心来放天灯 其实平溪是一个好山好水 而且自然生态很好 所以它是一个郊外最漂亮的一个世外桃源 我们四个人相聚在台湾 有缘成为好朋友 今天在平溪也要一起将心愿写在天灯上 看着阮染而飞的天灯 映照着无限的祝福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来看到印尼日热大学 邀请山口阳市的市长 与帕朗卡拉雅的副市长 等地方官员来台 参加在台南成功大学举办的工作坊 要来学习文官体系 如何做好沟通交流 而对于台湾的新南向政策 印尼地方官员乐观齐成 也希望透过政策 让彼此的关系更加紧密 国立成功大学C-Hub 城大创意基地热闹举办demo day 邀请印尼最古老 最具规模的日热大学学术机构代表 与包括山口阳市 帕朗卡拉雅等地方官员 总共17人一起参与城大对于产官学合作的开发成果 我们是一个导播没有资源 我们必须让我们的孩子知道我必须出去 我出去之后 我必须未来交朋友 变成是gate to Asia 随后他们拜会台南市政府 走过长廊 看到台南市与世界各国的互动 并听取简报 了解彼此城市的发展概况 这次来台是工广集团董事长陈玉秀 与成功大学和台南市政府积极促成 也是在政府推行新南向政策时 少见的南向国家来台取经案例 我们台南的孔庙 各局处有多少的预算 我们把它结合起来 然后做一个整体的规划 那我们一共做了100个地方 然后把这个经验呢 它的这个流程呢 把它出书 没有想到我们出的这三本书 被日热大学的院长看到 他觉得这样子的 这个工作方式 流程跟工作的方法呢 其实是可以让他们的官员学习的 我觉得 我在我们新政府的 那个新南向政策里面 我们文化科技都有跟他们交流 这个其实就是 以前我们有农耕队 现在我们有文耕队 我们有资耕队 台南市文创产业重要据点之一 因此台南市长赖清德表示 透过交流互动将台南的成功经验 带给来访的贵宾 有计划的跟东南亚的国家进行交流 这包括我们教育 台南市的有17所大学 我们的教育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管道 我们希望在明年有机会到南向的国家 去推广台南市的特色 也去台 然后呢 也去建立一些 更进一步的教育上面的交流 观光产业上面的交流 或是科技方面的交流 又或者是城市 治理方面的交流 印尼日热大学与地方官员来台 最重要的目的是举办文官体系 如何做好沟通交流工作方 他们分成三组共同脑力激荡 为2026年的城市愿景 做出最好的规划与政策制定 对于新南向政策的合作方向 来访的印尼官员表示 未来除了在教育科技产业 跟台湾都有紧密的关系 也希望在农业以及渔业方面 加强技术交流 共同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 台湾宏观电视 沈陆沛中建刚台南采访报道 而政府积极推动的新南向政策 教育部统计 高中以下的新著名二代 有26万多人 这些都是推动新南向的新生力军 今年7月8月 教育部和越南三家台商公司合作 让学生们前往当地体验实习 而这些新著名二代 对于未来前往就业 大多表示有高度的意愿 来看到前中研院院长李远哲 到北一女演讲 他提及年少时的叛逆 认为台湾教育对他最大的帮助 就是给他空间独立思考 至于被媒体问到 是否要接受总统府资政一职呢 他表示会与府方讨论 如果可以帮忙 他非常热议 面对台下北一女学生 前中研院长李远哲 笑称自己不再是18岁 而是80岁 但他还是细数 从年轻时一路走来 如何成为科学家的历程 今年是李前院长 荣获诺贝尔化学奖的30周年 他说高中时其实很叛逆 而台湾教育对他最大的帮助 就是学校给他空间追求 兴趣培养独立思考 因此他建议现在的中学 应该早一点放学比较好 李前院长受邀请来北一女 以追梦与播种为题进行演讲 他提及年轻时 深受居里夫人的热情启发 立志要成为可以贡献社会的科学家 也因此被问到 是不是有意愿接受总统府资政一职呢 他则强调如果可以帮忙 他非常乐意 如果我能帮忙的话 我是非常愿意帮忙 但是明天后天有机会跟总统谈谈 怎么样才能帮忙 从成长历程到得到诺贝尔奖 肯定的研究内容 还有触及攸关全球命运的气候变迁议题 李前院长期许台下学生不要弄错 以为身为科学家要追求各种奖项肯定 他认为真正的科学家所追寻的 是科学与真理 记者你们吴家宝台北报导 科技部及教育部公布最新的 国际学生能力评量计划 结果台湾在72国的学生当中 阅读素养大幅退步 只排了23名落后亚洲的新加坡 日本以及南韩 网络短文千奇百怪 现代人透过智慧型手机东看西看 不过却越来越少人读完一本书 或是一篇长篇文章 科技部及教育部昨天就公布了 国际学生能力评量结果 发现台湾学生在72个国家当中 数学和科学素养表现都不错 科学方面还进步到第四名 不过阅读素养却从2012年的第八名 倒退到23名 那这一次主要的原因我们分析起来 可能是因为就是它是采用 数位评量的方式在处理 所以目前的对台湾的学生来说 在平常做阅读的时候 大部分还是用纸本的方式在做阅读 本次测验共有超过53万名 15岁学生参加 台湾有7000多名学生接受测验 阅读素养一次倒退了15名 落后日本 南韩 新加坡各国 有老师认为不熟悉数位阅读 只是其中一项原因 但就他的观察 台湾学生的阅读习惯 确实是大不如前 以前金融小说喜欢的蛮多了 现在刺激好多 哈利波队也好多 但是现在学生不喜欢阅读 那个长篇的 我要老实讲 跟那个即使考试也是一样 那个提干只要超过三堂 他都不看了 老师表示 除了数位化刺激 现行的国文教材 很多都与学生脱节 让学生提不起阅读兴趣 教育部则表示 会持续推动阅读教学 融入数位文本 也会针对这次的排名分析 加强后续的阅读策略 接着朱子宜 陈欣龙台北报道 来看到越来越多国中毕业生选择念高职 我们来检视学生就读的学群 商业与家事类是主流 工科学生却在减少当中 而过去十年 光是设计相关校系就增加四万人 结果技工产业找不到人 念餐饮设计 那么餐旅的学生们 因为起薪太低 也降低投入相关职场的意愿 用菜刀片鱿鱼 接着雕刻红萝卜 来自全国高职家政课的学生们 准备煮燕客菜 另一头教室里 学生要利用棉花 竹签和色纸 做出好几个给幼稚园孩子 使用的教具 回归到所谓的教学正常化 就希望说学生在学校的学习上 然后让孩子也可以透过 这个技艺竞赛 就是彼此去做一些切磋 然后我们可以了解到 就是说了解到学校的 一个教学的情形 那孩子透过这个 技艺竞赛的平台 当然如果能得名更好 能代表学校参加一年一度的 技艺竞赛功夫自是了得 如果拿下金手奖前三名 有保送明星科大机会 以职类区分 参加美容美法 设计与餐饮在内的家事与商业类最多 共有1530人 工业类1096人创下新高 至于海市水产与农业最少 分别是145与259人 从人数分布看 家事与商业类在高职里面最受欢迎 8年的时候 当时国家发展整体计划的时候 往新鲜产业发展 这时候非常强调设计产业 所以高职班原来家居木工科 这个科系为了配合 这样设计产业的发展 全部改善 叫室内设计空间 室内空间设计科 这样一个发展 所以这个学习就整个朝向设计去发展 这一段时间的话 也造成我们目前 就是我们的产业界 一个人才的一个断层 这个是非常的可惜 政策使然 父母怕孩子太辛苦 即便2008年后念高职的人逐渐回流 2012年逼近37万人 可是工科学生只剩12万 全靠功力高职称 私校为了生存 纷纷开设热门的餐饮与设计 大专端跟着调整 过去10年光是设计相关效细 增加了4万人 那现在这些年来 感觉上都是 先有外面有一个风气形成了 例如说餐饮 例如说设计 当你整个转过去的时候 又经过了5年时间 当些学生毕业了 整个外界就业市场 可能早就不是那个样子了 102年到106年 教育部砸下200亿 推动第二期 技职再造调整科系 近三年工业类招生名额 调增1.8% 参旅设计群不再增搬 不过过去种下的因 苦果还在 像现在在应征的方面 已经都找不到本科系的人才了 都已经偏离主题太远了 像如果我们现在可能应征到 是餐饮的 是资料处理的 可是他要进到这一块进来 那他就会很辛苦 缺工的传统产业找不到人 学餐饮资料处理的跑来应征 业者也觉得莫名 如何避免学非所用 业者说 未来5年10年的产业政策是什么 如何和职业学群对应 政府需要重新盘点人力 并且提出长远规划 记者林小慧 沈志明台北彰化采访报道 象征台湾体坛最高荣誉的 运动精英奖颁奖 今年因为是奥运年 重要奖项都由奥运国手拿下 两届奥运举重金牌 许淑敬拿下最佳女运动员 羽球一哥周天成拿下最佳男运动员 而特别奖则颁给今年 唾役的台湾巨炮陈金峰 多次拿下终植年度重要奖项 象征体坛最高荣誉的运动精英奖 台湾巨炮陈金峰第一次获得 他说这个特别奖是棒球生涯的 最大肯定 希望我以后能够为台湾的棒球 为台湾的体育继续努力 谢谢许淑敬 恭喜 难得编上长发 穿上桃红色外套 离药运女子举重53公斤级金牌许淑敬 毫无悬念拿下最佳女运动员 他的教练蔡温义拿下最佳教练奖 师徒良继2012年之后一起获得殊荣 能获这奖我要感谢我的教练蔡温义教练 这次如果没有他的话 就没有这次的礼乐奥运金牌 他知道我那个当工的车开20几年了 他买一部车子给我开 郭信淳伤后付出拿下礼乐奥运铜牌 击败同样看好的王健明 获得最佳运动精神奖 最佳运动团队则由奥运女子射箭队包办 压轴的最佳男子运动员奖 旅美左头陈伟英 惊喜献身 周天成 恭喜周天成 这是我第三次入围 然后也是跟台北公开赛一样 打了三次这样 今年是奥运年 重要的奖项皆由奥运国手拿下 他们共同的感想是一路走来 有太多人帮忙 而最要感谢的就是身旁那位教练 检查会 沈志明台北报导 作为一个土耳其人 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我的文化 介绍给其他人 为了求学而离乡背景 来到台湾的哈龙 不但在这里念书 更是重要的土耳其文化推手 林多菜有香达尼玛吗 有的菜 因为它会更好吃 我会播这个给你妈看 看让妈妈的翻译好不好 我在台湾 你好吗 另类型男 哈龙的故事 传统的京剧在经过台湾这片土地的洗礼下 孕育出了全新的面孔 它不仅是一个传统表演戏曲的传承 更是一种全新的艺术感受 她是魏海敏 国立古光剧团主演之一 从小学戏 毕生致力于京剧艺术的传承推广与创新 其实我小时候从来没有看过京剧 但是因为我父亲看到了一个小小的招生简章 问我想不想去念这个剧校 那我觉得现在再往回看 就觉得那个好像就是一种 冥冥当中的由父亲的引领 让我进到了这个戏剧的殿堂 一个戏剧演员他必须要从小来训练 到了我们这一代呢 我们也是用相同的方式被老师训练出来的 那么去练这个幼功呢 会自然有一种身体的记忆 你的整体整个人 你就已经是一个戏曲人了 我觉得京剧在台湾的发展呢 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呢 在思想当中是从过去的不自由 到后来的自由 到后来的一个一发不可收拾 它没有限制 所以我觉得这个呢 对戏曲来讲是一个蛮好的一个立基点 也是一个蛮好的背景 你如果给它设一个框架 那么它说不定就僵化起来了 创作戏在我们来讲呢 就变成你只要发想 你只要勇敢 你就可以去发展你自己的 很特殊的一种表演 为海敏不懈的努力 让他在2007年获得国家文艺奖 而他所付出的贡献早已为传统戏曲 留下深具雕竿意义与影响力 并为开创新编剧目的表演 立下典范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来关心卫福部推动母婴亲善医院认证 有部分医院为此强推母婴同事 让新手妈妈压力很大 甚至有人罹患产后忧郁症 因此国建署强调 政策是鼓励不是强制 会以产妇的情绪和意愿为主 是否亲胃母乳也尊重妈妈的选择 刚出生的小婴儿饿得哇哇大哭 一天至少需喂食10到14次 而为了鼓励妈妈亲胃母乳 政府及医院推动24小时母婴同事 不过却使得不少新手妈妈 觉得压力很大 还是希望可以给妈妈休息的空间 就是如果真的很累的话 晚上的时候 医师表示母婴同事亲胃母乳 有助于安抚宝宝情绪 也可以增加婴幼儿免疫力 建立亲子关系 不过有些产妇生产完 体力还没恢复 就得承担挤奶喂奶的责任 的确临床上有些产妇 会因此罹患忧郁症 如果母婴亲胃做得不完全 有缺点 或者是人力不够 没有好好的沟通的话 那它反而有副作用 也就是母婴会有 不好的这种后果 通过认证的这个医疗院所的话 院所每次会产检的这个个案 会多补助20块 那此次产检就一共200块 那现在就是我们 其实通过母婴亲胃医院认证 是一种荣誉 根据国建署统计 目前全台母婴亲善医院 共有182间 但是政策是鼓励不是强制 会以产妇的情绪和医院为主 至于有些医院 希望通过认证求好心切 会再进行相关辅导 记者赖水美陈保罗台湾报道 最近新座专家维维安 传出因为乳癌病逝 可以看到统计的数字 台湾乳癌病患 以每年8%的速度增加 一年大约是有2000多位的女性 因为乳癌死亡 因此医师就表示 近几年乳癌后发年龄层越来越低 很多年轻人因为自认 不会罹患癌症 耽误了就医时间 43岁的新座专家维维安传出 疑似罹患乳癌病逝 其实根据统计 乳癌目前是女性癌症发生率 第一名的癌症 新增案例每年以8%的速度增加 而且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 因为有一些年轻化的乳癌 它在恶性度上会比较稍微高一点 因为它很可能跟它的家族遗传史 相关的乳癌遗传基因会有关系的 国件署资料指出 台湾每年有超过一万名妇女 罹患乳癌 2000多名妇女因乳癌而死 相当于每天有31位妇女 被诊断出罹患乳癌 有6位女性失去生命 不过医师也提醒 如果提高警觉 早期发现 治愈率可是相当高 整体而言 台湾的乳癌的平均5年存活力 是高达了85% 这归功于医药协额 常逐进步 那当然越早期医荷就好 不好 越晚期医荷就不好 目前台湾早期发现乳癌的患者 占7成 不过仍有3成的乳癌患者 到末期才发现 因此医师呼吁民众 年轻时就应该学着自我检查 也要定期做乳癌筛检 不要心存侥幸 记得朱子怡 陈保罗 台北报道 体育署调查 101年之后 全国规律运动的人口比例 只有3成多 那么学者就指出 其实25到34岁的亲手女 从事运动意愿最高 如果实施女性运动专区 渴望增加运动意愿和频率 交班控党体育署保全 在地下室健身 隔壁空间退休的媒体工作者打桌球 近几年来台湾的运动人口 稳健维持在8成以上 有7成民众他主要是为了健康 那其次则是为了这个身材 来做运动 不过规律运动的比例 101年到今年最新调查 始终徘徊3成3 出现天花板效应 体育署规划明年开始 鼓励500人以上企业 聘请体育专业人士规划课程 而且因为女性规律运动 比例逐年提升 将以政策提升意愿 文大教授唐会员说 6成2的女性民众表明 如果有女性运动专区 运动意愿与频率会增加 其中25到34岁的 亲手女比例最高 如果能够营造友善环境 会是突破规律运动 人口比例瓶颈的潜力区 记者李小惠省志明台北报道 为在台南市的零百货 今年欢庆85岁生日 特别串联在地文化 以摩登时代为主题 扩大举办复古游行 动人的老哥月升 培养在零百货前 揭开零百货85岁生日序幕 接着300多人的队伍 身穿各年代服饰 以及早期背广告刊版的方式 绕行市区游行 吸引相当多民众围观拍照 而游行队伍的另一大亮点 是南台科大100位学生 以五条岗大船为主体 将零百货过往的历史 浓缩在船体上 零百货的八角窗 侧边有破孔是 零百货它曾经被弹孔打过 所以要留下历史的痕迹 那在破孔里面 会露出一些传统 台湾复古的一些小装饰 比如说那种啾干什么的 然后来呈现那种传统复古的味道 曾经风光一时的零百货 历经战乱与时代变迁 一度闲置成为文字馆 终于在三年前重新蜕变重申 并在今年成为台湾 唯一获得亚洲最具影响力 设计大奖的单位 事实上还有很多的客人 他其实一年之中 他会回来个两三次 那我们有75%的客人 来自于观光客 都是旅客 那这些观光客项目里面 大概像日本 还有香港 澳门 是很大的部分 三年来累积350万造访人次 外国游客慕名而来 85岁的零百货 再度成为台南地标 也是古迹活化重生的好示范 记者李川 陈显坤 台南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欢迎回到新云现场 农委会公布新农业创新推动方案 目标在2020年提升粮食自给率达到40% 创造就业机会达到37万人次 那么农委会还将结合大学院校 开设农业学位专班 培养农业青年 农委会端出新农业创新推动方案 要扭转农业的发展困境 包括推动对地绿色给付 稳定农民收益 提升续勤产业竞争力和科技创新 提升粮食安全 增加农产内外销通路等等 其中农业短期缺工和从业人口老化 农委会将暂时不引进外籍劳工 要结合大学院校设立农业学业专班 让高中直升投入 解决农事人力短缺问题 暂时不引进外籍劳工 应该把国内的劳工 让他精进 他可以跨领域 那这个学生学业班读四年 其中前三年会是在学校 那第四年会回到农场 之后他必须要留农四年 这个留农四年包括回到自家的农场 或者是说到农企业去工作 为了达到目标2020年提升 粮食自给率达40% 农委会要提高现行稻米保价收购 明年起一期倒作 每公寝将几幅1.5万 只要是农地农用也即可补助 此外为了减少天灾和产销失衡 将实施农业保险 从目前的离保险 明年要加入稻米芒果和世家的品项 并且推动农业保险法 已经在事办离芒果 还有我们的世家收入保险 那明年也考虑设施跟稻米 那在农兼局这边 如果我们专法通过了 我们就可以全面的来推行 那保险是另外一个 涵盖更大的层面 透过新农业政策 农委会预估4年内 目标增加农产值434亿 要创造37万人次的就业机会 提升农产海外新兴市场 出口占比达57% 让台湾的农业结构性问题 有所突破 为了推动地热发展 有民间团体自行研发一款地热发电保温馆 在北投阳明山区的地热井实地测试 日本中的机器让地热发电保温馆 从30公尺深的天然地热井中取水 有民间团体研发制造一款同轴套管地热发电保温馆 号参可以有效地防止抽取出来的水热能散失 未来可以用在发电上 新型的这个技术是把现有的水灌下去 例如说自来水灌下去 加热之后再取出来 这样子第一次我们可以控制水流量 我们灌多少它就出来多少 那第二次我们只要调整地热井的长度 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最后取出来的热水温度会是多少 台湾第一次进行相关测试 结果发现在保温馆底部的水温 和取出来顶部的水温都在50度左右 保温效果良好 根据模拟状况 要是控温好 那么在5000公尺深的地热井 温度设定320度的话 那么取出来的热能 每小时推估可以有一万度电 那日本他们在11月是1450公尺 我是认为我们现在这个管子 如果做了1000公尺2000公尺 我们的效果还是会非常好 现在就是说第一要找到适当的键 第二要找到适当的键位 高丞炎表示 这样的技术渴望可以用在宜兰利泽工业区里 推动地热发电 但也有学者认为难度偏高 宋盛荣说明 先前有其他国家看好台湾发展地热发电 但不敢进驻 原因是在于电业法和环凭等项目上 虽然有所规范 但并不明确 因此建议政府 要给予充足的协助和动力 才可以有效的发展再生能源 接着桃圆城保罗台报道 国副纪念馆举行 蒲天生家族跨三代的雕塑展 新闻最后带您一块来看看 同时感谢您今天的加入 我是黄金怡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